吴妮娜 吴美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3月1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先一开始先带您来看到 红阳孝道表彰弱势平童孝亲典范 北港朝天宫妈祖孝心奖 首度在花东偏乡 临选现代24孝家已表扬 那么12号呢 在吉安的国小举行了颁奖典礼 2024第九届北港骂孝心奖颁奖典礼 在麻人艺人精美动人的音乐上当中 主持人介绍每位孩子们得整的励志故事 陪同他们出席家人们脸上洋溢着 与有荣誉的笑容 现在许中文表示 上月银妈祖是台湾西部的盛事 今年东台湾花莲同一个时间 有美的事情要发生 东西台湾良善共振 非常感谢北港朝天宫董事长蔡永德 湾台科技集团张明烈董事长以来 所有志工伙伴们 发挥妈祖慈悲大爱的善行 从玉玲送爱到花莲 让花莲同地区24位孩子们能够受贿 能够在花莲地区的我们24位孩子们能够受贿 我想这是让他们在人生当中给予他们相当相当大的温暖 尤其是我刚才看到的主持人 他对于每一个的个案都相当相当的清楚 403.1公里能够失去爱的温暖 爱让我们更加的有力量 爱让我们大家要及时来感受我们一起及时的爱 无论你身边有任何人都是我们的贵人 无论是对你造成的这个伤害或是障碍 那是我们的一真相 推避成功的是我们的真相 所以人生的路上很很坑坑 没有没有顺利的 但是只要我们我们影响任何的困难 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思考它 这就是人生 所以再次感谢我们的这个蔡总市长 张总市长 以及所有的激动伴 从云林来到了华林 我也要谢谢我们蔡总市长 一直在发挥平方式的慈悲 协助以及跟云林献认者 对我们的老人共猜 给予全力的支持 2024消新奖颁奖典礼 最后在歌手刘永宏 优养歌声当中 出几贵宾与获奖孝同 共同点燃24颗新灯 向上从华林发出2043新大院 希望爱与真诚之伦大帝 把人生的光照耀到社会的每个角落 场面温馨感人 就在帮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